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呢 鸡 橘子吃吗 老大 我昨天真不是故意偷看的 我就是想提醒你 今天我已经寻完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呢 惊喜 是惊吓吧 你这就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大小姐有什么不好 身材 样貌 家饰 都足以于你匹配 而且啊 还对你一往情深 这就是打着灯笼那难找的运气 我说了 我对莹莹并无男女之气 你怎么也跟着瞎胡闹 她是很好 但不是我要找她那个人 一华大夫到底哪里好 能让你这么吃呢 比起玫瑰的焦难 我更钟情于绿楼的甩针 你为什么准备这么多药包啊 而且每包的药方都是一样的 你怎么知道这袋子里面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闻出来的 闻出来 陈皮三浅 霍香二浅 杀人干浆各一浅五分 你看啊 我说得对吧 鼻子挺灵啊 小音先生怕是无人能及 真的吗 我们若是将这些药包 按二十文艺包卖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善伙食了 想什么呢 一枕附送 分文不取 我们依华大夫啊 还真是医者人心 怎么会输给罗英年那个家伙 这一个个的 上了饮时的往罗氏医馆跑 而且 整天跪得要死不死 你刚说什么 上饮 在哪儿呢 你在找什么呢 你在找什么呢 来 依依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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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道理啊 嗯 从你见到的那些病人 再到王大叔 都证实了向罗英年反复求医的事实 可是我翻遍了父亲留下的所有书籍 都没有找到 有任何病症或者内疾 能让患者对治疗上瘾 这 世间万事万物无其不有 或许罗英年真的用了什么古怪的方法 但是天下这么大 总归有人 求助他狐狸为了 灵溪公子请一步 羊肉温中驱寒 有棋子补棋生精 灵溪公子只是 因为昼夜颠倒 导致肾气亏损 时了家充分休息即可 无需用药 来 这边去 那个 陆医师啊 您今天出了这最深阁的大门 您就当来这儿 喝了个小酒 听了个小曲 这甚 甚亏就 就 就 就别说了 小小意思 拿着 拿着 多谢 多谢 你又来干吗 小小头 你是来找我的 是 都说 罗医师喜欢赌 我想和罗医师赌上一局 罗医师 你别理他 这家伙没按什么好心思 这上次 还说拿半下毒哑我 半下务实 需要很大伎量才能治哑 若服用不久 用生姜捣碎之夜 服下即可 不须担心 不知 云公子前来 想要跟罗罗赌些什么 我想和罗医师赌 你罗氏医馆 药方抵单 药方抵单是每个病人的隐私 岂能随意试人 小小头 这个柱太大了 你跟不起 我什么都可以赌 鱼蜂方抵单 云公子前 找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事了 是吧 是吧 看什么 是吧 一华大夫 什么情况 帮我拿下 你快去看看吧 谁让你们拿的 放下 给我放下 那你放下 一华大夫还不知道吧 你们家小妖童 已经将这座老宅输给我了 如今 这医馆里的所有东西 都属于我的卧某人 都属于我的卧某人 你 是 怎么 墨菲 墨菲 一华大夫输不起 你给我等着 你们给我看好了 地器的拥有者是我 而他 一件小小药的 凭什么替我做主 罗医师在开设赌局之前 难道不先看看赌注是否作数吗 一华大夫所言在理 是在下唐突的 所以 你们还不赶紧离开我家 走肯定是要走 但走之前 还带向这位小兄弟讨用东西 什么 住手 你想干什么 他来找我定下赌约之情 曾亲手立下生死状 若他无权处置这老宅 便用自己的双手作为赌注 如今愿赌服输 我来取回应得的筹码 不过分 我想跟云归谈谈 过来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我 我只是想帮你把罗英年的药方抵丹赢过来 看看他到底使了什么手 是谁给你 是谁给了你自行让你觉得你能赢得了罗英年那个老狐狸 还敢欠生死状 你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了是吗 我以为我能你啊 因为你跟我说过 问秀局 祥云线没有人能敌得过我 所以我稀里糊涂答应了他的要求 许说我上辈子欠了你了 你是猪吗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这不是依华大夫吗 勞架开一间客房 今儿可敢巧 这地字房 人字房都客满了 就只剩下这天字客房啊还富于一间 这天字房嘛 你也知道 这费用上面嘛 那 得嘞 这就给你拿钥匙啊 银亮呢 我是有的 但是这房啊 我就不住了 我都说了我不想见你 能不能别跟着我 我没跟着你啊 不只是跟走同一条路 好 这是不接我 就把家人炒好 一边看 它我们下单 李俊雞 李俊雞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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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医馆办法 我和爹的心血 全部都在医馆里面 现在什么都没了 你要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等下 你住在这儿待着吧 免得在外面冻死 没事 我在门外户这边 我让你呆着就呆着 哪那么废话 在这 你拿着你的衣服 离我远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没有 你在我心里真是可爱 我 我灭了吧 刚才 你没摔到吧 你说说你 秦时 鼻子比狗都灵 今天这是怎么了 刚刚都快把自己烤熟了都发现不了 我好像真的失去嗅觉了 什么意思 我只记得在我比赛的时候 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便失去了嗅觉 不止嗅觉 刚才我摔倒的时候 我明明记得有块石头割了下我的腰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 你干 别动 好 你 你 别说话 吵到了 这就是你丧尸无感的原因 不好意思 我帮你解释 我帮你解释 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狡诈 走一年在这根枕上动了手脚 用毒素麻痹了你全身的经脉 使你的感官丧失 让你失去了应有的知觉 你是说 这针上有毒啊 我不确定 现在没有办法能证明 这根银针出自罗英年之手 所以就算找他算账 我们也没有证据 他这分明就是算计嘛 就算是算计 也是你亲自送上门道 我错了 迟身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你 你不睡我也不睡 不睡不睡 天呐 你不睡吗 是什么呀 Road 我们出前了 哥哥 方捕头此番前来 有何贵感 后面封餐弄肃 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不如你跟我回方宅吧 至少家中还能吃上口热乎的饭菜 我爹当年救过你一命 住几天别院 也不算占了方家便宜 当然 方宅还是有几间客房的 只要你愿意 住多久都没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我们会叨扰方不腾 你 门 当然不会叨扰 欢迎还来不及呢 既然如此 那云归先谢过方不腾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打扰了 谢谢 打扰了 别走开 精彩在后面 这果然越丑的橘子才就越好吃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己丑啊 他就得在口感上走心一点 不然的话会被别的橘子嫌弃的 这吧就和人丑就要多读书是一个道理 但凡能认识字 能输给螺音联吗 别急 姐姐给你带来插话吧 回去好好研究你 你说你爸就得多读书 你不像我们家天哥哥 他可以克里面识字 和博品 isso 有一天 你代表自己的钱 你不像你想想可防 楼筋 我 比一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